暗夜 根据南传佛教上座部对洞察阶段的指引 我们放下腐化的洞察历史 整个修行会完全转变 我们的意识现在暂时不再抓取任何灵性的认同 就如早期的进行定阶段 使我们暂时放下世俗的思想和认同 这种开启代表了自发而深入的死亡和再生过程的开始 在每一种传统的灵性修行过程中 都会遇到许多死亡和再生的形式 本书描述的所有过程都能以此方式被惊艳 疗愈通过纠结而扩展 充满能量的觉醒 意向和脉轮的开启 都牵涉到放下过去的认同和崭新自我感的重生 不过 在内观禅修超越类似涅槃境界的层次中 死亡和再生的过程是包含一切的 包括我们的整个存有 我们放弃对灵性的认同后 禅修会引导我们经历自我感的完全消融 犹如经历暗夜 就像经历死亡一样 有自觉地进入这条道路 会挑战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认同 然而这是通往自由的道路 禅学老师卡夫瑞德·冯杜肯 谈到这个过程的必要性 他写道 真正走上这条道路的人 在世间的艰难时刻跌倒时 不会转向提供避难处安慰和鼓励 旧有自我活下去的朋友 而是寻找某个愿意忠实而无情地帮助他冒险的人 如此他才能忍受困难 勇敢地经历困难 唯有一再让自己面对毁灭 才能找出自身内在无法被摧毁的部分 在这种勇气中 蕴含着尊严与真正觉醒的精神 将灵性上的死亡和再生描述为暗夜 源于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 十字架上的圣约翰的著作 他生动地形容暗夜为长期的无知 失落及绝望 这是灵性追寻者必须度过的阶段 才能让自己放空和谦卑到 足以接受神圣的感召 他如此描述道 只要灵魂仍有所依恋 无论其中有多少良善 都会让灵魂无法达到神圣的自由 暗夜通常只会在我们 获得某些初步的灵性开启后出现 修行首次闪现灵光时 会产生喜悦、清明、爱和神圣感 使我们体验到灵性进展的强烈兴奋感 然而这些状态必然会消逝 它们的出现好像是修行最初的礼物 我们接着便发现要维持和活在这些境界中 需要许多训练和臣服 在内在世界 我们常在接触到光后就失去它 又落入分裂、绝望和潜意识 这种情形也许会发生许多次 不断重复开启和放下死亡和再生的循环 这就代表了我们所走的灵性道路 但也就是这种死亡与再生的过程 引导我们走向自由 在内观禅修中 我们曾放弃生灭的光明状态 而向消融、死亡和再生的深层循环开放 当觉察力放下原本坚持的腐化洞察力之后 就变得更准确、清晰 然后觉察力就像专注的显微镜 开始以敏锐的清晰度看见整个生命经验的消融 我们马上会感到每一刻的消失 每一个经验的结束 生命变得像流沙一般 我们观看或感觉到的一切都正在消融 在这个阶段 我们周遭的事物没有一件是坚实和可靠的 在所有层次上 我们的意识开始了解结束与死亡 我们注意到对话的结束 音乐的结束 人与人相会的结束 日子的结束 身体细胞层次的感官经验的结束 我们感觉到生命一刹那又一刹那的消融 现在暗夜更深了 当外在和内在世界都消融时 我们也失去了意识感 从而产生巨大的不安和恐惧 哪里是安全的呢 无论我看着何处 事物都在消融之中 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在自己身体中 经验到这种消融和死亡 我们也许会往下看见一片片身体 似乎慢慢融化 腐败 仿佛我们是一具尸体 我们可以看见自己以上千种方式正在死去 或是已经死去 原因可能是疾病 战争 或不幸 这时可能会出现其他强烈的异象 你可能会看见他人的死亡 战争的景象 垂死的军队 火葬堆和埋尸的坟地 意识似乎向死亡的领域开放 像我们显示 所有在循环中变化的万物的结局 都是死亡 我们会经历到世上每一部分如何存在 又如何不可避免的消逝 这种恐怖与死亡的境界会产生深入的领悟 了解生命中固有的苦难 疼痛之苦 失去乐视及更大的痛苦 任何我们创造或钟爱的人 事物的消逝之苦 我们由此对世界的悲伤 生出极大的同情 不论我们望向世界任何一处 我们的社区 家人 挚爱 我们的自我和肉身 似乎全是脆弱的 都有消逝的一天 随着恐惧的加深 有时可能会出现妄想 在这个阶段 无论我们望向何处 都会害怕危险 我们会觉得如果走出门 就会被什么东西碾过 如果喝水 水中的细菌可能会害死我们 在这种暗夜时期 每件事物都会成为潜在死亡和毁灭的来源 人们经验这些感觉的方式可能很不同 压力 优臂恐惧症 压迫 紧张 烦躁 挣扎 或是一个接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 无尽的重复经验 始终在垂死挣扎 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卡在无意义的生命循环中 生存似乎平淡 枯燥 死气沉沉 好像没有出口 你可能会预期很难以禅修度过这些阶段 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清明和接纳的态度 持续不断地感受意识的这些新阶段 我们必须为每一个状态命名 让它升起又消逝 其他任何反应都会让我们卡住 当我们学会承认每一个状态 为它命名 专注地觉察它 就会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我们要做的就是向死亡敞开 成为进入死亡领域的人 在面对它时觉醒 穿越这些痛苦的阶段后 接下来会出现一种追求自由的深切渴望 在这个状态中 我们会渴望脱离持续出生与死亡 所造成的恐惧和压迫 我们了解 必然有一种自由是不受看 听 嗅 味 触 五官的限制 是某种超越我们的计划和记忆 超越身心 超越自我认同的东西 其实 在暗夜的每一个层面中 增强的觉察力会逐渐削弱我们的认同感 松开我们在生活中紧紧抓住的一切 即使我们想要自由 却常会出现不可能的感觉 觉得再也无法前进 因为我们就是无法放下更多 于是进入大疑的阶段 我们想要停止 变得烦躁 有部经典把这个阶段称为打包回家的阶段 因为世界在死变得太困难 灵性修行对我们的要求太多 我们希望自己退出 回家睡觉或寻求母亲的安慰 因为害怕和骁龙的强烈阶段触及我们内在痛苦的情绪 所以我们很容易卡在其中或失去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的指导是很重要的 否则我们会迷失或因无法承受这些状态而放弃 如果在迷失、死亡、消融、恐惧的阶段放弃禅修 这些状况会持续纠缠我们 很容易和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迷失和恐惧纠结在一起 成为我们意识的暗流 而未解决的感受可能持续数月或数年 直到我们采取行动回到这个过程 并完成它 无数的修行或非常深入的治疗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 如果过程未被完成 影响会深藏起来 渗透到表面 我们可能会长期忧郁、恐惧和愤怒 直到我们回到最深层解决它为止 解决事情意味着我们必须直接进入 指示他们说 是的 我也能打开这个部分 用既不紧缩也不抗拒的开放心灵面对他们 当我们终于能以平静的心和开放的心智 看待恐怖与喜悦 生与死 所有事物的德与失时 就会出现最美丽和深度平静的状态 进入意识完全开放、觉醒 且完美平衡的领域 这是极美妙的平和阶段 我们能自在地静坐几小时 在意识的广阔空间中不再有任何干扰 意识变得非常明亮 超越类似涅槃的阶段 因为此时一切都已解开、自由 也不会紧抓住任何东西 就像《金刚经》中所说的 世界宛如光和色彩的眼距 如晨星、如彩虹、如云、如海市蜃楼 每件事物都唱着同一首歌 就是空无和圆满的歌 我们体验到现象界和意识界 光亮和黑暗的世界 演出一场合一的舞蹈 南传佛教上座部 将这种深度平衡的状态 称为崇高的平等心 我们的心智变得有如水晶碑 或像清朗的天空 万物在其中都不被遮蔽 我们变得完全透明 仿佛每个现象只是经过我们的身心 我们只是空间 整个认同感完全打开 呈现出意识的真实本质 这是我们认同身心之前的本来面目 许多传统都描述过这种状态 禅宗及西藏传统中的某些佛教修行 通过打坐、大手印和其他高级的密学方法 直接培养这种宽广的事业 印度教里的费谈多哲学 称为不二的状态 包括一切空无 也称为高等自我 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传统 把这种状态称为神圣的不动心 这种意识与上帝之眼相连 以拥抱一切的心 如实观看世界的创造与毁灭 光明与黑暗 从这种观点出发 我们会看见自己是无一物 也是一切事物 从这个平衡的位置出发 我们会尝到世间的滋味 却不被任何事束缚 不论是经由禅修 还是其他深层的灵性历程 每当我们安住于这种完美的平衡状态 就会遇到更不寻常的意识状态 自发的觉醒及深刻的体悟 这些状态会自动出现在开放的心与平衡的心智中 有如神圣神的恩典 甚至向灵光炸现 这些体验会以许多形式出现 有时由崇高的平等心进入虚空 从寂静的空无中升起一切事物 整个宇宙会消失 不久又再度出现 从所有自我感和形象感中释放 会带来极度的平静 也向我们显示超越所有形式和有限存在的自由 有时这种关于虚空的体悟非常安宁而平静 有时却如雷电般令人震惊 有些学生向虚空深入开启后 会茫然数周之久 不确定如何回到日常生活 停止和虚空的经历 有时会有绝对虚无的味道 有时却有充满奥秘而意味深长的丰富感 经历空无时 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面向 在这种完美平等心的阶段 学生会了解所有认同形式 所有存在本然的苦难和痛苦 我们在较早的阶段中 体验并看见苦难 却不了解它 在平等心中 我们的了解和接纳 使我们直接理解超越所有存在 形式 限制的自由和不朽 每当出现这种体悟 就会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喜悦 了解万古以来 我们在生命中的流浪 纠缠 而现在我们已经解开执着 终于尝到自由的滋味 其他同样具有起名作用的体悟 也会出现 像我们显示全然的自由和解脱 就在生命本身之中 当我们的心能体悟所有事物 本然的完整与完美时 就会产生清晰的视野 就像爱略特所说的 变动世界里的静止点 我们能在自己与他人之外 在所有努力之外 达到整体而完全的感觉 超越与爱 就如神秘主义者所说的 我们就在这里觉醒 在佛陀的身内 在基督的体内 即使是世上的有限事物 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甜美与纯净 在修行的深入阶段 深刻的顿悟和神秘的觉醒 会持续展现 生命不断改变的本质 显示意识如何被我们经验为 万物的创造者和容纳者 我们发现 自己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实相 意识能被体验为明亮的光 或使经验的丰富容器里 满意而出的宝石 向银河的群星散发出光芒 我们清澈的心 可以照亮人为的时空 我们能直接看见 当下的一切如何存在 看见整个时间感和创造感 只是意识所玩的把戏 其中的个人认同 只是镜子制造出来的 而时间只是上帝 不让所有事情 同时发生的方法 在每个刹那 我们能体认分离错觉的生气 生活在隐藏了一切之下的 伟大平静中 这时 过去支持我们的旧方式 逐渐死去 产生惊人的生命新视野 这种死亡与再生的过程 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 在此之前 可能需要几星期 几个月或几年的禅修和祷告 也可能会突然发生 在手术台上 经由强大的巫术仪式 或其他特殊的情境 有些人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生 发现人的心 有可能达到完美的平衡与伟大 不论在什么环境下 每当他被发现 他就开始转化我们 虽然我们无法一直保持在这种状态中 但就像我们曾经爬到山巅 尝过内在自由的滋味 它能渗透并影响我们日后的整个生活 我们再也不会相信 自己是独立的个体 因为我们已经死过 所以不再害怕 以旧有的方式死去 这种被称为死亡前的垂死 它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美妙的整体感和平等心 最后 这个过程的礼物 就是了解宇宙最基本的法 也就是法则 道的教会 我们看见佛陀的教会 所有生活中的苦 都来自于贪求 恐惧和有限的认同 我们在其中发现自由 脱离个体的纠结 使我们放空 又与一切连接 我们发现每个人的心 都有可能解脱 古代如此 现代亦然 我们终于看见灵性修行 真的非常单纯 整个过程就是打开和放下的道路 觉察而不依恋单一事物的道路 这个教导使我们越过所有诱惑和魔鬼 经历死亡和再生的整个过程 就如我的老师阿江茶所说的 如果你放弃一点点 就能获得一点点平静 如果你放弃许多 就会得到更多平静 所以 无论你执着何处 放下它 回到中心 学习以平衡和开放 看待生命的变动 结束本章时 容我提醒你 上座部提供的这个引导 只是众多灵性开启的路径之一 即使是天生就有能力进入这些领域的人 也会发现这些经验有其益处和限制 无论开启的程度多么巨大 开悟的经验多么强烈 也必定有下滑的时候 当你一层一层下滑时 会再度面临旅程中的所有困难 当我们回到日常意识状态时 会发现自己有时被这些状态深深地转化 有时却没有 这些状态顶多留给我们较大的平衡感和无畏感 以及自在柔软的心灵与心智 但我们终究只能放下它们 如果这些课题是真实的 这就是我们会学到的 一位中国老禅僧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位禅师在多年宁静的禅修之后 发现自己并未真正开悟 于是去见师父 说求求您 我可否到山顶找件小屋 待在那儿直到完成修行 师父知道他已经成熟 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位禅僧在上山的路上 遇见一位扛着大包裹下山的老人 老人问他 出家人你要去哪里 禅僧回答 我要到山顶打坐 若不开悟就宁可死在那里 由于老人看来充满智慧 禅僧就问他 老先生 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开悟吗 这位老人其实是文殊师利菩萨 传说他总是在即将开悟的人面前出现 老人放下包袱 包袱落到地上 就像所有美好的禅宗故事 禅僧就在那一刻开悟了 你是指开悟就这么简单 只要放下 不执着任何东西 接下来 刚开悟的禅僧回头看着老人 问道 那么现在呢 老人的回答是弯腰再拿起包袱 朝阵上走去 这个故事显示出灵性修行的两个面向 放下我们对所有事物的执着和认同 我们只是暂时借用这个躯壳而已 一旦了解这点 我们又必须以关怀的心再度进入世界 我们必须拿起包袱 背着它回到人间的生活 我们现在可以像菩萨般游走 如同已跨越生死领域的人 以崭新的方式自由地活着 我们在这种自由中 为世界带来它最需要的 一颗了解与慈悲之心 当你视野清晰而新开放时 会发现自己活在不断开始和结束的过程中 孩子长大离家 婚姻开始又结束 卖了房子开始新生涯 退休 新的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个刹那 都在放下过去 开始新生 灵性修行 是你与这种奥秘有最亲密的接触 静静坐着 你的呼吸 感受 念头和心中的影像 会不断升起又消失 在更深入的寂静中 你发现意识本身会改变 会产生上千种视野和观点 最后 所有你认为是自己的部分 独立的身体 心智和个体性 都会在你面前拆解 直到你发现 自己有限的认同 并非你的真实本性 伟大的佛教经典 中英文教得度 是指引人通过死亡再生的过程的 是认识真实本性的绝佳指南 这本书是用来读给刚过世的人听的 但因为生死之间基本上没有差别 所以适用于一个肉身生命 转为另一个肉身生命的教导 也适用于这一生的教导 从一天 一刻 一个呼吸 到另一天 另一刻 另一个呼吸 我曾为垂死的朋友 面临离婚的朋友 寻求异象的朋友 密集禅修的朋友 朗读这本书 你可以静静坐着 读给自己听 也可以录音播放 或要求朋友慢慢念给你听 当你听到这些字句 让他们沉入你的意识 倾听他们 以整个生命接受 打开 他们会带领你回到自己的真实本性 记住明亮的光 纯净明亮的光 宇宙万物由此而来 也回归此处 你自心的最初本性 就是宇宙未显现的自然状态 放下一切 进入光中 信任它 与它融合 它是你的真实本性 是你的家 你经验到的影像 存在于你的意识中 它们的形式 取决于你过去的执着 过去的欲望 过去的害怕 及过去的业 在你的意识之外 这些影像 便不再真实 不论有些影像 好像多么可怕 它们都无法伤害你 让它们通过你的意识 它们迟早会离开 不需要卷入其中 不需要被美丽的影像吸引 不需要厌恶可怕的影像 完全不需要执着它们 只是让它们通过 假如你卷入这些影像 可能会迷惑的徘徊很久 所以 让它们通过你的意识 有如云飘过晴朗的天空 基本上 它们的真实性也不过如此 如果你变得害怕或困惑 你可以请求任何你信赖的开悟者 保护你 指引你 记住这些教导 记住明亮的光 你自身本性中 纯净 明亮 闪耀的光 它是不朽的 当你能观看经历过的影像 认出它们如同宇宙中 所有其他事物一样 是由相同的纯净 明亮之光所组成的 你就得到了解脱 不论你徘徊到何处或多远 这光都只离你一瞬间 半个呼吸的距离 认出这纯净的光 永远不嫌太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